你 你要干什么 脱衣服 不用你管 火焰害羞了 我 我岂能为这等小事害羞 我先出去走走 小心 十一娘 十一娘 我回家 跟我回家 你要先问过她的意思 伯爷 我想起来了 她是欧家的次子欧燕行 你想接近我夫人有何居心 你欧家已经下坐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与十一娘清清白白 十一娘也是你叫的吗 侯爷 欧公子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欧公子 你早知道她是欧家的人 你还跟她来往 不要再打了 徐烈夷 十一娘 太危险了把简单放下 你真就不管人死活吗 你居然为了她 用自己的命来威胁我 把简单放下 把简单放下 你把简单放下 你把简单放下 你变成宝闻 你为啥没有刺伤侯爷 即然是我在城外遇子 这里的事 不可以说出去 不算 你该住著家门 走 姑娘是侯爷还要去山头 你别走 你是因我受的伤 自然因由我来照料 你大哥不必内疚 要谁来换都一样 回去吧 你以为你冷言冷语几句 我就会走啊 你要干什么 泼衣服啊 上药啊 我说了 不用你管 怎么了 侯爷害羞了 我 我岂能为这等小事害羞 这伤都这样了 怎么会不疼 我去找大夫 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我只是不想让母亲知道 我才瞒着 以后每日我都来给你上药 我说了 不用 你要是拒绝 我就告诉母亲 我说话出了你 去琵琶中的音律 不去除了你 你留给我的耳语 不是爱意 策马几尺昼夜四季 风花雪月都看尽 悄悄说最喜欢你怀里 不去不去 嗨嗨嗨嗨